没有过去弄大的 注意看 日本选手被中拳打昏迷了 为何中国选手如此生气 只因这个日本拳王在华出现连败后 就认为自己被黑了 于是不服的他回到日本苦练 三年后日本选手决定来花复仇 赛前还放出狠话 要压上所有出场费和奖金 谁赢了谁就全部拿走 赢了自己的所有的这场比赛的费用 谁赢的人全部拿走 输的一个都没 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名叫西川智智 是日本WBC泰拳冠军 擂台上打法十分暴力 人送绰号狂犬 中国小伙祝宝通丝毫不惧霸气回队 势必要在第一回合终结西川智智 让其知道天高地厚 比赛开始后 祝宝通率先使出正灯攻击 日本选手则是满脸的不屑 丝毫不在意对手的腿法攻势 意味着用身体挡住上前逼近 祝宝通非常的无奈只能后退 此时的祝宝通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将日本选手压制在维生边 突然打出一套组合重拳攻击 日本选手健壮快速后撤躲避 祝宝通追上前又是正灯击负 打了狂犬一个亮枪 紧接着一记高扫爆头 日本选手则是非常硬 丝毫没有退缩还继续上前压制 祝宝通怒了再次高扫爆头 日本选手被打晃了 祝宝通乘胜追击 直接打出左右摆拳击中脑袋 日本狂犬瞬间被打倒在地 裁判快速上前进行独秒 祝宝通不给对手忌喘息的机会 压上去就是一波重拳狂轰 但日本选手的抗击打实在太硬 成功扛过了这一波攻势 祝宝通也能慢慢寻找机会 再次打出致命的一拳 又挺过来嘛 前后白 勾摆拳组合联体 你看看祝宝通的拳法 但是没事 硬盘 西川的报价有点低 这时祝宝通抓住机会 将日本选手往围绳边赶 突然打出前摆拳攻击 日本选手反应灵活躲开 祝宝通紧跟一套组合拳直接爆头 日本选手被打的脑袋断路 瞬间他软在地昏迷不醒 裁判见情况不妙 立刻叫停了比赛 台下一户赶紧上台进行抢救 最终祝宝通重拳KO日本狂人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还拿出了狂犬的所有钞票 简直适得不偿失 不仅没有钞票还挨了一顿打 这次应该是心服口服 为中华热血男儿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